我叫王小勒,是坦桑尼亚大学孔子学院。 刚进入大学,我就报名参加了孔子学院的汉语课程。 可是我的经济都认为汉语太难, 学习汉语会导致我自己的专业不及格。 我告诉他们,因为我爱汉语,对我来说,不难。 学习汉语的同时,我还学中国歌曲,武术, 战匙,中国节,还有毛笔字,包饺子,泡茶。 我不仅接受过中央电视台的采访, 还是第一个表扬武朗武器的坦桑学生。 去年,我和我的汉语桥比赛, 坦桑尼亚,拆取第二名, 达到了中国的机会。 那是我第一次去中国。 非常难忘。 现在,我已经通过了HSK四级和HSKK中级。 现在,先进奖学金,去中国律学, 汉语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。 现在,我的同学,我的朋友, 升级以前反对我学生的家人们, 都以我作为他们的榜样, 而变得更加努力。 谢谢大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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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